去了听我一讲 他就哭了 他说我对不起我婆婆 我跟我婆婆都成仇敌了 我就因为老太太看不上我 实际不是老太太看不上我 今天我一听不是老太太看不上我 我看不上老太太 古圣贤贤讲这么句话 世上没有不是的老人 没有不对的老人 所以你说老人不对 老人哪一点不对 老人把你留到 给你生到世上 把你养大 给你娶妻生子 你说老人不对吗 老人要看你不好 不对的时候 不要你多好 他不承认这一点的时候 他自己会做出很多的病 可是这女的 干病 肺病 这讲他有病 孩子那样还是肝病 孩子还抽动症 到13岁来领袖我看的时候 这这么大脸 整个这鼻子眼睛 你是嘴头动他 个个人孩子说 个个脚不出来 后来他妈妈明白了 妈妈痛哭流涕 感觉对不起婆婆 婆婆还是个单身 后来自己印错的时候 当场就在那 带我们那个儿子 那孩子的眼睛 鼻子都不动他 哎呀他更哭了 他说等我回去 我到我婆婆面前 我当面印错 我好扭断我们婆媳之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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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让我们心心相同 那真就回去了 跟我们再七天回去 到家了 进家 进屋啊 话都没说出来呀 就给婆婆跪下了 老婆婆看儿媳妇说 这咋的呢 这厨房门回来 怎么还跪着哭上来呢 就说了 妈妈我对不起你 儿媳妇做的不好 我还愿你 我说你做错了 实际是我错了 痛哭流涕啊 老太太一听 老太太抱着儿媳妇痛哭 娘俩痛哭一场 从此解开婆媳之间中间这个嘎嘎 家庭才能达到和睦 这人姓胡 叫胡叔侠 那有一个 我们那有一首歌啊 叫毁过的泪 是他写的 他好了以后 他写出一首歌来 毁过的泪 唱起的音都要掉眼泪 那是什么曲儿呢 慈祝强那曲儿 铁门铁窗那个曲儿 唱得特别悲 这个女人呢 她做得很好 后来她真改变了 她做得很好 她在南州呢 在那和县 黑龙江省那和县 在老来镇共辅存 在那住 因为我们在我在那个黑龙江那边 到我家去哪里都有啊 因为多数个县 西加安尔市 内蒙古阿庸齐 一南 拜全 克山 北安 海伦 那叫通河 五大连池 很多地方 大庆的 还有忽兰的 黑龙江省我叫没几个县 富余的 富余的 没有 没几个县 哪个都有 阴上的去 是吧 到我家去的人 来的时候 你从门哭了 走的时候 你怎么高高兴下 用上的心跳打开 人把心一开的时候 哪有没有热的啊 乐 家庭一乐起来 隐隐都高兴了 不能说别人 家庭就这个媳妇要乐起来 你看这家都乐 这一个媳妇 要把两人一抽都啊 嘴一掘呀 得了 都黏巴了 都老实 谁也不敢置身了 你置身 你置身 他不见得了 过去是家两只 现在可不是家两只 我最后 我愿大家呀 隐隐 都能去改变自己 不要要求对方 你改变了 不用你管人家 他就变了 能达到这一点的人 我说你 没白听我讲这堂课 因为我们这次 来的时候 那我们来我们家 还有两个没走的呢 我说那不行了 因为我有事 我要走了 你们先在这待着吧 待两天吧 我们都要这么来的 跟我们一起的来的是山西的 到北京 那边往奔迪寿 听到是听的 行事是长远的 不是一时一世的 不那么一魂 那得有长性 长远的 不能处处都不能离了 也举止言谈 都在行道之中 方能保住自己呀 怎么样都保住 增值有三省的功夫 那我们呢 不用 两省就行 早晨起来 你问问你自己 你今天 我这个眼睛会当不会当 我能不能当好 你自己自问自答 不用问别人 你问别人不行 问你自己 自己教你自己名字 你今年 你能不能当好这个人呢 假如你在工作改位 你说我能不能 干好这个工作呀 到晚上了 你得问问自己了 我今天怎么样跟你呀 每天每天 你在矫正自己 有不足的地方 你马上你就知道了 要改正 长处你要发扬 短处马上切除 就这样 保证把一个人保证好 要不定你保守不住啊 说什么呀 后天的熏眼 金钱呢 这勾引呢 了不得呀 一步天堂 一步地狱啊 一步上天堂 一步就下地狱 看看 多么厉害啊 不知道的 不敢叫的厉害 一天我就吃喝玩乐呗 要知道点 处处小心呐 反正我是这么想 我这一生之中 我从二十五岁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一到今年是六十七岁 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多长的路 反正我要活的的时候 在我活的这个 有生这个年代里头 要有人探讨 我必须我要讲给他道理 我能讲我就得讲 我活一天 我就要讲一天 那是劝醒了众人 可把结束都能了 劝不行都得担罪啊 劝醒大家 那说 山灾拔难怎么来的 是我们言为的 这是老天将的吗 老天将也是言为的 我们言要不做到那一点 天不会给我们降灾的 天是爱惜众生的 后来山灾讲这么说 说天在哪呢 我上次 我头一次来这家的 我跟南宁就回去 我是坐飞机回去 回去我就 用个空中坐的 我说这天我瞅得还这么高 我下头头 下巴一看 你看不着啥 我上一瞅 这天不还这么高 天在哪呢 谁能摸着天呢 都讲说天啊天啊 谁是天 我们众人就是天 众人的口是天 为啥说众人口是天 众志成成 众人一个心 黄土能变成云 那我们这些云 都要心都合起来呢 我们执政中 搞好一个事业 你别拟忘这么拧 他会那么拧就坏了 是吧 意见分歧 那就搞不成啊 功不成命不救 就我们在北岸 是我们剪刀的时候 我们上道场去的 是我们 三个地方的人 去那个 去义务 都是义务 我们 我们俩 我们这几个月 人家都姓刘 是吧 我也姓刘 那和那两口子也姓刘 他叫刘德宇 刘富 等年 阿永齐那个呢 也姓刘 他叫刘德宇 我也姓刘 可是我们当场 这几个人呢 还有北岸的两口子 还有一个做饭的 这几个人呢 四个属虎的 我一个属龙的 完了我们的刘德宇 讲说 我们这四个虎啊 进虎 干的虎事 虎着操的 他们都让 都不挣钱 一分钱不挣 都是义务劳动 整年 在那儿滚 我们干了多少年 六年 六年的事件 顺着炎娘 好地无数 每天都来 也像医院似的 每天都来几时 每天也走几时 天天来 天天走 拐拐拉拉来的 把拐拐扔着 给他回去了 高音背进来的 乐乐呵呵走出去的 有的 因为我们那天不收钱 自收饭费 五块钱的饭费 一天三顿饭 你花五块钱 住一宿 因为我们这些钱不够 不够你 后来呢 长春市有个李伟 他有什么病 他乙肝 乙肝携带着 挺重 整天都躺得不起来 我们去得到 去我们仨人 给他讲一场 他吐了两气 把那个病吐好了 他媳妇一看他 男人病好了 一年得住两次院 得花五万 一次两万五 一年得五万 他说这五万块钱 他妈不花了 那我那么就不 我一年给你拉一只大米去 完了你们那样的一些病人 有好好好 到场吃 我说那行吧 他们拉一只大米以后 我就怎么办呢 来能处困着的人 我分文不收 饭费都不收你 你们有路费 所以临着我给拿路费 就这么我们的那个六年的时间 后来呢 因为种种原因的影响 解散 所以在这解散以后 我的心情低乱 我就不想再讲了 没办法 古人不讲那么句话吗 善门难开 善门难闭呀 是吧 既然开了 不好忘关呢 因为有些个病苦的人就要找你 是吧 那些病人都是啥人 一个是没钱治 但一个可能治不好 但我那些人在这几天 我给他开到他的心窍 打开他的心窍 他病能好 那就劝他 那就是干啥呢 解嘎的 就是解扣 我们讲病就是解扣 你心里几个扣解不开了 我给你解开你就好了 就是这么好的 实际别的啥也不是 今天我们就到这吧 谢谢 谢谢